嗨 大家好 我是我的宝 今天呢 我请到一个特别来宾 就是说 一起讨论 分享说 事业规划吧 因为尤其是他就是 即将毕业了 已经进入出差 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求学 然后我在小黄书 其实发现 他有高达3000的这个follow 然后重点是他的其他文章 勾起了我的兴趣书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说 Don't plan too much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career advice 非常有趣 我想更细地去听他的理念 但是在这之前 先听一听 乙薇的您的介绍吧 您能不能分享一下 去告诉自己 好的 大家好 我叫乙薇 那我本科呢 是在中国读的 然后读的是文化与文化大学 那我在本科毕业之后呢 就是非常顺利的通过实习 获得return over 然后在德行咨询 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我在德行咨询入职的第二天呢 就收到了来在NUS over 所以在不断的 考虑和学生之后呢 然后我选择了离职 然后来到AOS念书 那来到AOS念书之后 就非常幸运的一点是 我刚过来就获得了 腾讯的一个设计会 然后在腾讯和PCG投资团队 然后进行一些实习 然后也在看一些web3投资的一些机会 然后web3其实很新的一个概念 最近其实我个人也都有在研究厂是深度了解的 你要不就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是不是web3 其实关于web3这个概念的话 就很多人不同的一些定义和想法 但对我而言的话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去中心化 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去中心 就是在web2的时代的时候 可能我们一些浏览的记录 或者说是我们一些数据 都是掌握在一些互联网大厂 要掌握在一些公司的公司手里面的 那我们一些资产 也是掌握在一些银行啊 或者说是一些资金托管期后 但在web3时代的话 我们的数据 然后就实现一个去中心化 那些相关的数据 都保存在了区分链上 那我们的一些资金 然后也能够更加安全的 放在链上 并不会说因为一些公司 它不在了 然后我们的一些数据就消失了 或者说是因为这些公司 然后来陷入我们的一些数据 但通过去中心化 使得我们的一些数据 已经资金更加安全 然后并且区分链 它就有一个可追溯的这样一个特点 但我们的一些数据的变动 或是一些资产的流入流出 然后也能够通过在链上 然后进行一个记录 从而起呢 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些数据 更加的安全的保障 太重点分享了 谢谢一位的这个介绍 那我觉得 一个试验维话的角度 比起我对这 这个这个投票都一直 对上一个兴趣 那你怎么去 在这样一个很多变化的大问题下 你怎么去 背变一些 比如说包括你自己啊 即将毕业的一些 应接生啊 YouTube Period Advice 是你的一个建议 嗯 像刚才你提到就是说 Don't get too much 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有感动 就是我在本科阶段的时候 我当时要来读研吧 然后我想是A5读研之后 那我可能就是 呃来 哦 读研之后 那我可能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去到MBB 然后去到Top3的咨询公司 然后但是我来的之后呢 就完全没想到的 我现在就进了互联网大厂 哦 那我进互联网大厂做投资 我可能以为就 最开始研究就是一些 海外的投资机会 或者说是 研究一些游戏的投资机会 那没想到都 基础到了Web3投资 嗯 那又是一个重新的一个领域 因为这和我原本想的方向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诶但是他们的话 确实又都是 当下还适合很好那些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去职业规划啊 或想我接下来往哪些方向走 但实际上那些真正的 能够抽出我们认知的 真正的能够给我们人生 能带一些颠覆性的机会 是我们到现在难以预料到了 所以我觉得 与其有时候纠结那么多 然后反复的去走 那倒不如说 我们把当下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把每一步都做好 那既然机会嘛 是自然而然的来的 所以我觉得 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 而且人生是选择出来的 哇哦 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 人生是选择出来的 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模型 非常有很多意思 非常有同意啦 因为如果说火照 这我以前 plan 的话 可能我现在就是一个老师 现在已经外公人什么的 呃 因为很多事情就是 Waytree Metaverse 也好 这些概念里面 在五年前十年前 是可能就不让我现实 没有人想到 大概是一个行业 甚至是一个爆发性的行业 很多机会 那既然你是做投资会 投资团队 给一些外界行业 做分析一下的 嗯 你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你看到了什么机会吗 外界听起来就是很热 很火 但是声为 不只是你路德 声为是大家 或者说普通人也好 他怎么去参与一次 或者说你到底 不是一机会 对我们的事业 嗯 嗯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像项目传统这些行业 比如说咨询也好 讨访也好 其实这些赛道都非常非常内卷了 就是我们人才的功绩 就人才的投资 也论高 也就是说招聘跟本职的需求 那所以的话 在这样一个非常本职 以及人才本宝宝的一个赛道 让我们再怎么努力 可能天花板也在那里 对但是对于Web3而言 这个群星赛道 它有很多的机会 那它同时呢 就是又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赛道 在这里的过程可能会爆发出 更多的我们来预料的一些新的机会 那呃 其实我才看了一份报告 是OKX和领域 然后一起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去分析了区块链这个领域 以及Web3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的状况 那通过他们的分析呢 了解到 其实现在人才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 那同时我们的人才的功绩是有很不足的 所以的话在这样一个工需不平衡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领域 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 那可能更容易去就是 抓取一些机会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就算是在这个赛道也很卷 但是我觉得能够卷出一些更大有意义 更大有价值的武器 真的是太神套了 而且也说一下可能观众对于 这个OKX这公司不太了解 我觉得我给大家也就是从我们的谈判中 有一些词汇啊 或是去研究 比如说去中计划 包括说OKX 其实是好像是全球第二大市值的一个 蛮蠢的一个crypto web stream的公司吧 一个交易所 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说即将毕业 他可能就是对于未来的前景可能 就是同时就想 但是同时又确定心 然后反正下 还有什么generated advice 平衡就是说 让大家有 什么使用 你可以做到这个方向走 我之前有段时间 有一个前辈是 转了 我也在考虑说 接下来要不要做 和身上投资 或者说是去到一些外星公司 做一些在加坚业务的一些工作 但是那个前辈他告诉我说 其实做什么不重要 对 对 其实做什么不重要 因为他说更重要的是说你有一个更该远的一个目标的能向 然后你是思考你五年后十年后 你想要过什么的生活 你想要大升升到一个阶段 那么你有了这个大方向作为之一之后呢 那其实你在这个中途 你做业务也好做业务也好 那其实都是不断的为你的大目标在做积淀 所以现在可能有的小伙伴也会很早就说 不知道可以是放在这个地方 但其实你当下做什么工作 当然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图案的 但是也不需要过余的去纠结这些东西 主要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当然也是需要有一些计划说 在那个阶段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要多尝试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不做什么 该做什么的 我们就需要通过不断的尝试 去了解自己去了解外面的发展进化 然后在大学阶段的话 我觉得其实一个事务成本最低的一个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实习也好 或者说是 再读书的同学都要听好这块吧 是吧 是 我一段想要亲爱分享的就是 我们在大学期间 事务成本是很低的 那我们就可以抓住这段时间之后 再来一些实际活动 然后当然实际也只是一个部分 通过实际 然后已经反思 不断的形成一个部分主席幅 然后来不断的主席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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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像我了解到很多一些企业家也好 或者说是 认识一些公司博奥巴 也好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特觉性 就是在于他们很早的时候 就发觉到了自己的潜力所在 以及自己的事业所在 那当你发现了这个赛道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那种目的性之后 你做了很多事情 它都是有复利的 然后最终一步一步的使得 然后你的目标啊 越来越激 嗯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而且毕竟我在你身上 你看到了这些特质 就是一个成功 就是你思维上是很开放的 而且就是你也有很多 Long-term strategic mindset thinking 就是可能不看到传奇 而且我发现了 是你就是在课外 其实研究上有很多的活动 包括说局部办分享 甚至在想要出发布一些内容啊 甚至和很多人就是那些问题 交流之类的 然后你对于就是 怎么去评论这些事情 还有就是为什么 你会在其他方面 你评出那么多的 我觉得是关于我的小红书分享 或者说出品Networking 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它和我本身的 各样的事业发展 我觉得是有些相应的 嗯 那我在小红书上 输出了一些我的成能感悟 那也是通过说出来 倒闭自己输入 倒闭自己去思考 接触来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输出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又可以吸引到 一片中心的人 对 就像我在做的是 因为我对于会 就是不是专家 但是我对于他很有道理 就是不算有了解 他有兴趣去了解 然后同时做的这样子 找人 找人找人有兴趣的自动 到我们一起去讨论 分享 包括说这些任务的 这段就是 自己对于 该去学习的一些了解 然后希望大家也去观赏一下 那重点就是说 对的 连续做完没办法 对就是说是 我们可能如果线下里 一个一个是network 一些人 可能这个效果就太低了 以及就是说 我们可能接触到一些人 那不一定能够封个 这种capture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个 网络这个动感 网络这个放大器的话 我们在网上 偷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会可能吸引到一些同频的人 然后来进行交流互动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更有意味的 有点像是你的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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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吧 就是你自己所想到的 就投射出去 就是说去分享 然后你接近到 也对和你一样 同样的就是 有兴趣的人 被你一起去教育 对这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就是好吧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 有什么样的做法 嗯 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是 嗯 未来会有很多的变化 可能会有一些很新的机会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原本的 很好的一些机会 可能会慢慢的往下走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 浪潮当中 就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住 保持住自己的 这个前进的步伐 按照自己的步调 也步步稳稳的往前 非常专业的分享 然后就是 我也可以看得出 他会越来在 web13的这些发展中 这个领域中 一定会发挥发量 然后呢 在这路上呢 会由我去去一起讨论 类似这种话 一起成长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